Hello大家,昨天聊到了康康包的涨价 变相的涨价,它明明可以抢 它还给你了一个小镜子,对不对 那有朋友说跟LV之前在Neverfall里面 加一个小袋子涨价一个套路 只不过镜子实用性比前这小很多 Neverfall里面的紫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觉得Neverfall这么大的包的话 有一个紫袋,这是画龙点睛 这不是画蛇天足,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涨价 大家还是能够说服自己去购买的 像小镜子这样的做法,未来还会遇到什么 有没有可能在搏金包里面有搭配原厂的 带着这个皮革颜色的一些内胆包 或者就像去年今年出现的三合一的搏金包 它的使用性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真的是愿意把搏金包分成一个托特包 加一个手包这样的方式去用这个包吗 说来说去,我觉得还是最经典的这些款式 深得人心,这种变化真的算不上是画龙点睛 很有可能是画蛇天足了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位博主在小某书上面分享的 他自己的购物经历 他之前在海鲜市场上购买了 罗伊威的mini puzzle 所以这个时候他想找卖家基本上也找不到了 对不对 已经经过验货宝了嘛 然后想要卖掉又卖不掉 想要维权到现在还未果 所以到现在为止也只能在一些平台上去曝光一下 曝光一下这些不良商家 那其实有点老生常谈了 就是我们在专柜外的市场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些功课 验货重不重要 验货也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在验货的基础上 当验货不能保证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一千的一定验货是对的情况下 什么能给我们多一点点保障呢 就是这个卖家自己的诚信 这个卖家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这个卖家敢承诺终身如假包退换的话 我觉得这个商家还是有一点点担当的 对不对 其实在二级市场上做生意也是一样的 往往我对我的新客人 一些不太了解我的客人 就是这样去应对的吧 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对方说怎么验货 我说随便验货 不能我拿一个机构说你来这个机构验 或者你来那个机构验 我指定的即便通过了 有可能你也不认对不对 所以怎么验货 买家自己去决定就好了 同时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承诺 就是终身如假包退 这个包袋并不会因为它用旧了 用破了就从真包变成假包了 这个我们自己都心知肚明的 所以呢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还是要多做一做功课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验货平台上 验货毕竟不是专柜 不是原厂商 它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做的 同时在购物的时候也要多做一做功课 看一下这个商家是不是靠谱的商家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